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庄稼发白》 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还有他里面提到神的时间 这卷书里面,常常提到神的时间 约翰福音是四卷福音书当中,最后完成的 是使徒约翰写在大概主后80年到95年之间 约翰写这卷书 让人家看到耶稣的神子的身份 强调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 《前扇卷福音书》称神为父,各次42次、5次跟17次 可是约翰福音,就达到121次 所以,它里面特别强调天父跟耶稣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 亚伯拉罕是预表圣父 以撒是预表圣子 在《创世纪》26章18节怎么说?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四支日所挖的水井 因菲利斯人在亚伯拉罕死了之后,就塞住了 以撒就重新挖出来 人造他父亲所叫的名字,叫那些井的名字 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怎么称呼那个井 以撒重新把那个井挖出来之后,还是取一样的名字 他没有创新,没有另外取新的名字 所以,亚伯拉罕怎么叫那井 以撒就怎么叫那井 约翰福音里面,他说了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 这个讲到的意思是一样 以撒的故事是预表 耶稣在这个世上 祂到什么地方去,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在什么时候做,都是顺从天父的指示 没有他自己的意思 这个也是约翰福音里面,再三表明的 耶稣跟天父,紧密相连 所以,他对神的时间,特别敏锐 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时间来行事 他不照进,也不拖延 我们看到好几个例子 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 耶稣在加拿汴水为酒 玛利亚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对于玛利亚的要求 耶稣他先是说 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然后,但是随后,他就变水为酒 他既然说,他时候还没有到 为什么他随后就变水为酒呢? 所以,从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到他变水为酒 在这两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使耶稣改变心意呢? 我想,这时候一定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耶稣,他一定是 这时候,立刻就向天父祷告 天父就应许他 然后,他才按着天父的指示行事 不然我们总觉得说 当然,耶稣先说,我时候还没有到 后来想想,又觉得不好意思 还是听妈妈的话,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 这当中就是发生一件很关键的事情 圣经里面没有写 但是,我们可以揣摩了出来 这当中,一定是耶稣跟天父祷告的 所以,天父一说OK 所以,主耶稣就照着天父的指示行事 这是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主轴 就是一直贯穿着这条线 就是只看见父做什么,说什么 他才照着做 所以,主耶稣并不是照着玛利亚的要求 跟时间来行事 他乃是照着天父的指示,跟时间来行事 他不被人的要求吹逼 他乃是完全顺服天父 所以,玛利亚他也要等候神的时间 他就没有吹耶稣了 他就指示仆人怎么样 要听从耶稣的吩咐 另外有个例子 当时犹太人的祝鹏节近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 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他的弟兄说 你如果要显阳自己的话,就要到人多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刚好是节期 你就应该要上耶路撒冷去 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你们上去过节吧 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又再次提到,他做事要怎么样? 他要根据他的时候,他的时间 这个时候,这个时间,不是他自己定的 乃是天父为他所定的 所以,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跟前面,他跟玛利亚的反应类似 先是拒绝了,可是格雷一会之后 他又照着之前所说的,人家的建议 他还是去了,他知道你有什么差别 结果还是去,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这个去的时间不一样 为什么他要特别延迟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不是他故意在延迟 乃是他现在跟天父祷告 所以,当天父做ok的时候,他就有行动 所以,耶稣在这里,又是先祷告天父 然后按着天父的时间,而不是他兄弟,劝他的时间来行事 还有一个例子 主耶稣听见拉撒路病,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耶稣到了之后,就知道 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例子 主耶稣他没有马上行动 没有马上行动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他等候天父的时间 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并没有立即动身去看他 乃是祷告天父,等候天父的时间 所以,在原地又待了两天 等到拉撒路死了,天父才叫他动身 结果,天父让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更大的彰显了天父的荣耀 都已经死了四天了,尸体都发臭了 这时候,才让他从死里复活 这是一个更大的神迹 所以,神有神的时候,神有神的时间 主耶稣他不急,他就等候神的时间 跟神一起配合 约翰福音里面,就常常说到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刚刚约翰福音2章4节说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7章6节,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7章30节,他们就想捉拿耶稣 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8章20节,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 教训人的时候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所以你看,主耶稣有他的时候 有他的时候,这边再三的提到 然后,主耶稣他自己也常常说,时候将到 4章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所以,有一个时候将要来到 在5章25节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然后16章2节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 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 然后16章25节 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 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 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 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说 有一个时候会来到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主耶稣复活升天,降下圣灵之后 主耶稣还常常说什么?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 7章33节 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 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 12章35节 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所以,主耶稣对时间的敏感度非常的高 他也要提醒他的门徒,对这个时间要有概念 有些时间,是一过去就没有的 有些机会,是一过去就没有了 主耶稣在他们当中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他不是永远跟他们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要抓住他们的机会,领受这个光 13章33节说 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 后来你们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14章19节说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然后,主耶稣到最后,他说,时候到了 12章23节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然后12章27节说 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13章1节,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然后16章21节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然后17章1节 所以,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 父啊,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所以,主耶稣他非常的清楚 什么时间点,神的时候来到 祂知道,现在是十人时候来到了 为什么约翰福音里面,这么长的强调这个时间 这里,约翰福音是讲到一卷,与神联合的一卷书 主耶稣与神联合,他就非常敏锐的体察神的时刻 他按着神的时间,行事 就是跟神合拍,节奏一致,和谐无见 就是跟神完全的合一 这就是与神联合的最高境界 就好像是一个精密的机械手臂 对操作者的指令,能够立即反应,没有落差 以至于他可以用来执行非常精细的外科手术 我们用过电脑,用过那种叫做远端遥控 你就知道,比方说我现在 我用我的电脑去控制远方的另外一台电脑 然后我就操纵对方的那个萤幕 你会发现会有个落差 我这边滑鼠一动 那边要慢半拍之后,才跟得动 所以,你就会觉得操作起来有点卡卡的 笨手笨脚的 神在我们里面,圣灵引导我们 如果我们的反应,跟这个远端的电脑一样 这样卡卡的话 神透过我们做事情,也是卡卡的 但是,主耶稣对神里面的带领,他非常敏锐 所以,他跟神的时间是完全合拍的 所以,神那边一动,他这边就跟着动 神要他往右,他就往右,要往左就往左 这就好像是一个精密的机械手臂一样 中间完全没有落差的 所以你可以做非常精细的这种动作 约翰福音里面,是最多讲到跟神灵交的属天奥秘 这个是奥秘派最常引用的精卷 没有一卷书里面,讲到跟神灵里面的相交 像约翰福音讲得这么深的 主耶稣怎么样,紧密的跟天父相连,密切交通 祂也要我们怎么样与祂相连 就好像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 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枝子连在葡萄树,花了很长的篇幅 对不对?就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联合 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与主相连 就要按着主的指示,在主的时间说话、行事 所以,神的时间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体察,要能够明白神的时间 什么时候是那个时机,我们要抓住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 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 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主耶稣,他门徒说了很多 结果引起了法利赛人的注意 结果主耶稣这时候,算是最成功的时候 人越来越多了,结果他急流涌退,就离开了 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之前 就是他还没有受死复活之前 他在地上的传道是相当低调的 为了避免受到无谓的干扰,或者被墙壁做亡 所谓无谓的干扰,就是被法利赛人,那些人逼迫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需要传道完了三年半之后,才是他的时候 如果他一开始就非常张扬的话 他提前受到逼迫,会影响到他后面的施工 所以,他就低调,不要引起他们的逼迫 另外,太高调的话,也会引起犹太人,他们的误解 以为说,这个是神兴起在地上要做王的弥赛亚 他们就会强逼耶稣做王,要率领他们,来推翻罗马政府 所以,这些都是从神的旨意当中,打岔出去的 所以,主耶稣就避开这些 他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引起那么多的群众来拥戴他 这时候,他的焦点在哪里?在那十二个门徒 这个时候,他不在乎跟随他的人多,只在乎培养他身旁的门徒 因为他们是主升天之后,要承接传道任务的一般人 主的焦点是放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别人怎么样,其实不是太重要 但最重要的就是这十二个人 还有旁边的那些,可能七十个门徒 这些人,他们是主罪在乎的 因为以后,这个大使命,先要从他们开始传扬开来 所以,为了避开法利赛人的注意,避免引来麻烦 耶稣就放下在犹太,蓬勃兴起的事工,前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迦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这个是当时的地图 主耶稣在哪边给人施洗呢? 应该在这个地方 因为约翰福音3章22节,那里讲说 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 犹太地,唯一有水的地方 就水比较多的地方,就是约旦河下游这里 其他地方没什么水 所以,他应该就在这个地方施洗 然后这时候,他要去到加利利 犹太人往返于犹太和加利利亚 通常都是走约旦河东,避开撒玛利亚 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四仇,互不来往 因为最早的时候,撒玛利亚人 对于归回的一些以色列人,要重新建殿 要建造成墙,都百般的阻挠 所以,他们就结下那个粮子 后来到了马克比时代 马克比时代,就是后来犹太就独立了 独立的时候,他们就屠杀了很多撒玛利亚人 所以,这个粮子就结得更深了 后来,他们就互相不来往 所以,他们如果要从犹太到加利利去的话 他们都避开撒玛利亚 因为认为那个地方是不结的地方 但是,主耶稣却选择经过撒玛利亚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决定 为什么他会做这个决定? 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天父给他的指示 然后他就顺服了 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 有很多地方,感觉不是平常人所会做的决定 但是,主耶稣都做这个决定 这个是什么? 就是因为天父在里面指示他 所以,他就从撒玛利亚这边,要往加利利去 中间到一个地方,叫序加 在那边有一个雅各井 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十月有五正 五正原文是第六个小时 第六个小时,其实有两种可能 如果是罗马字的话,是指傍晚的六点 如果是犹太字的话,就是指的正五 河河本是依照犹太字来翻译的 把它翻译成为五正 但我们后来发现,其实约翰福音的时间 都是根据罗马字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翻成傍晚六点才对 什么是罗马字,什么是犹太字 罗马字就是从午夜到午夜 所以,是一点到十二点,从一点到十二点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半夜是一点,从一点开始 到了中午是十二点 然后,下午再从一点到晚上的十二点 这是罗马字 所以,罗马字的第一小时,是从午夜开始的 跟现在一样 所以,它第六个小时,讲到所谓六点 六点就有两个可能,跟我们一样 我们说六点 到底是早上六点,还是晚上六点? 就有两种可能 有可能是早上六点,也有可能是傍晚六点 但是,那时候耶稣是走路困乏 所以,他们是应该走了一天 所以,第六个小时,应该是指着傍晚的六点 主耶稣走到那个井旁边的时候 应该是傍晚的六点才对 不会是早上六点 不可能半夜行路 所以,他应该是白天走了一天 到了傍晚的时候,到了 如果是犹太制的话 犹太制是从天亮开始,是第一个小时 到天黑的时候,是最后一个小时 第十二个小时 所以,犹太制的第一个小时,从日出开始 第六个小时,是指正午 所以,河河本就把它翻成正午 但这就有个问题 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 这边,主坐在撒玛利亚这个井旁 他那个时候是第六个小时 如果按着犹太制来解释的话,就是五正 但是另外,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四节 这边也有提到第六个小时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讲说,第六个小时,彼拉多就判耶稣死刑 如果照犹太制的话,那也是五正 但是,彼拉多是不是在中午的时候,判耶稣死刑呢? 不可能,因为什么样? 因为主耶稣是上午九点被钉十字架的 下午三点断气 总共在十字架上面,待了六个小时 从九点到下午三点 所以,他不可能中午才被钉罪 所以,这样说起来 约翰福音,就不应该把第六个小时翻成五正 因为从十九章十四节这边,就知道说 这样翻是不合理的 所以,那个地方应该翻成什么? 应该是翻成清早六点 所以,清早六点,把主耶稣判死罪之后 早上九点,顶十字架 所以,可见约翰福音里面所谓的第几个小时 都是根据罗马赤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应该是井旁边的事件 第六个小时,就应该是发生在傍晚六点 不是早上六点,是傍晚六点 刚刚有讲过,因为他走了一天的路 所以,主耶稣是到了傍晚六点的时候 就走路困乏,就坐在井的旁边 这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夫人来打水 主耶稣那时候,虽然身体困乏 可他灵里面非常的警醒 什么叫灵里面警醒? 就是说,他跟天父的沟通,没有中断 他一直在跟天父有沟通 所以,他听见天父在他里面对他说话 他也知道圣灵对他的引导 他知道,天父要他对这个妇人来说话 所以,虽然那时候经过一天,非常的疲倦 有时候,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 好像不是我们觉得最方便的时候 但主耶稣,他没有说 今天让我请个假,休息一下 没有,他就顺服,就跟这个妇人开始讲话了 然后,耶稣就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怎么会开这个头?也是天父跟他讲 你就跟他要水喝,一定是这样 那时候,门徒进城去买食物去了 只有他跟这个妇人单独在一起 这个妇人就觉得很惊讶 他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因为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比外邦人都还不如 他们看外邦人,已经是猪跟狗了 撒玛利亚人,比猪跟狗都还不如 如果用撒玛利亚人的器皿来喝水,就会玷污了自己 主耶稣怎么会跟他要水喝呢? 这不是很奇怪?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所以,主耶稣说,这个妇人的需要是什么? 第一个,他需要知道神的礼物 神的恩赐,就是神的gift 神的礼物,神要给我们一个礼物 你如果知道神的礼物 还有,你若认识耶稣 知道跟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这是他的一个需要,他需要认识耶稣 第三个,他需要跟耶稣来求这个礼物 这个礼物是什么?就是那个活水 那个活水是什么?就是代表圣灵 这个妇人,她需要圣灵,要跟耶稣求 所以,她第一个,她先认识耶稣是谁 然后,天父乐意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 妇人就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试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试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主耶稣讲到,这个地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 这就讲到说,我们世上很多东西,我们追求的东西 都不会是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 暂时好像解了渴,但是还要再渴 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得到的永远不会再渴 就是什么? 神赐给我们里面那个活水,要永到永生 这个活水,就是圣灵 这在后面的耶稣福音里面有提到,这就是圣灵 那妇人就说,先生,请把这个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这个妇人其实蛮单纯的 主耶稣跟她这么说,她就相信了 所以你看到,圣灵已经在那边预备好人心了 预备好人心了 所以,主耶稣这么一说,她就渴慕,她就要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这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然后,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 我相信这些对话,这些对话都是天父指示耶稣讲的 跟耶稣说,你就这样问她 所以,主耶稣就照着神在她里面的感动这样讲 然后,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 听起来好像问错了 但是,主耶稣下一句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主耶稣在这里是运用了什么? 运用了知识言语的恩赐 使那个妇人被大大的折服 我们本来在想说,主耶稣讲这话很正常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什么都知道 神无所不知 但是,主耶稣在这地上,他没有用神儿子的特权,做任何的事情 他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在人的地位上 所以,当他知道人里面的想法,他不是因为他是神 而是因为神开启他,神给他一个恩赐 圣灵的恩赐,叫做知识言语的恩赐 所以,主耶稣说,他所行的,我们将来也要行 而且行比他更大的事情 因为他把这个恩赐撕下来 所以,主耶稣在这地上,给我们一个榜样 让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人与神联合,紧密联合的时候 他可以为神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所以,当他跟神联合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个妇人背后的一切 这个妇人曾经有五个丈夫 这只有三种可能 第二个可能是什么? 这五个丈夫都是过世的,以至于她是寡妇 嫁了一个,就死了一个 再嫁第二个,又死了第二个 再嫁第三个,又死了第三个 总共死了五个丈夫,这是第二可能 第二可能是什么? 就这五个丈夫,都是跟她离婚的 没有死,都是跟她 不想是修她,或者被她修掉的 反正都是离婚的 第三个可能是什么? 就是,都有 有的丈夫是过世,有的丈夫是离婚的 这就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就比较难去推断这个到底,原因是什么原因 可能都有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来看了 我们看第一个原因跟第二个原因 这两个比较极端 第一个原因,如果她那个五个丈夫都是过世的 那是怎么回事? 她如果是因为丈夫过世而改嫁四次的话 这五个人很可能是什么? 是兄弟 因为哥哥娶了他 结果哥哥过世了,没有留下孩子 那弟弟就有义务,要把这个嫂嫂娶过来 要为哥哥留后 所以,根据律法,这个弟弟必须要娶哥哥的遗孀 这个圣命纪25章第5节里面所说的 结果,这五个兄弟就陆续过世了 现在变成是老六,要负责娶他 他现在还没有娶进来,所以是等着要娶他 所以这表示,他说 现在你所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因为还没有正式的迎娶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这个女子是非常的苦命 嫁一个就死一个,嫁一个就死一个 这五个丈夫应该是兄弟 如果不是兄弟的话,应该没有人敢娶 感觉这个妇人会克夫 当初犹大的媳妇叫他 先嫁给他大儿子,就大儿子死了 后来就第二个儿子娶他 第二个儿子娶他之后也死了 结果犹大就不敢给他第三个儿子 因为怕第三个儿子也死 所以人里面会有这种忌讳 所以如果你这个妇人所嫁的,先生都死了 这没有人敢再娶她的 但是这个因为是兄弟 他们需要符合律法的要求 所以他们就硬着头皮,娶这个嫂嫂 所以后来都死了 这跟撒族该人,说有几个兄弟 有七个兄弟,都娶一个妇人 后来都死了,怎么办? 就这种case 所以,如果第一个可能的话 就表示说,这个妇人是一个非常苦命的女死 她命苦 如果是这样子 天父教耶稣,专程来拯救这个女人 就好像她当初搭船,去过到海那边 中间还经历风暴 只为了拯救一个住在坟营当中的人 把群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一样 那时候有一群鬼,住在一个人里面 所以那个人就在坟墓当中,自己伤害自己 后来主耶稣过去那边,就把那些鬼赶出去了 赶出去之后,附近的人都害怕了,就请耶稣离开 所以耶稣去那一趟,只救了一个人 但是那个人后来,走遍了他的家乡 把耶稣所做的事情,都传扬开来了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如果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主耶稣专程去救她 结果也是一样,她就把自己的见证传遍了家乡 这两个,有类似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这个妇人是五个丈夫都是过世的?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是,她是离婚五次 现在是跟人家同居 这就暗示什么?暗示她可能是一个很有魅力 而且,但是道德却很败坏的离子 为什么?因为她有魅力 所以能够在一家再嫁 我跟这个人离婚了,居然还可以再嫁给第二个 还可以嫁给第三个 还嫁给第四个 这表示你有几把刷子 有很有魅力 如果她是被修的话 就表示她这个人有问题 有个人的问题 所以不被接受,都被先生嫌弃 所以把她给修了 所以她被修 另外一种可能是怎么样? 她把先生给修了 一个妻子把先生给修的话 就表示,妻子的个性非常强 你当时保守的社会 如果妻子修先生的话 这也不是常见 表示她个性很强,她不愿意委屈求全 不合适了,她宁可跟她离婚 她也不愿意,好像是要靠你 所以她就是丈夫,就一换再换 后来她跟人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很可能就是跟她同居 她跟人家未婚同居,就显出她的道德感不高 这第二个可能 我们就看一下第一个可能跟第二个可能好了 第一个,她如果是一再丧夫的寡妇 耶稣要她叫丈夫来 就会触及她内心的最痛点 那点是她最伤痛的地方 五个丈夫都过世了 主耶稣叫她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 我觉得这蛮残忍的这件事情 这是她里面最悲伤的事情 主耶稣来去摸她这一点 我觉得主耶稣应该不会这样做 主耶稣应该不会这样做 当然不是说,一定不可能 个人认为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她是一再改嫁的话 那耶稣要她丈夫来,这个就比较可能 为什么? 这就光照她内心的虚空 显示她所追求的,都不能解她的干渴 这点,我觉得好像比较可能一点 而且,后来她说了 有一个人将我出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这个好像在讲她的改嫁,而不是上夫 因为改嫁是她所行的 她做了一些事情,她改嫁丈夫,这是她所行的 如果只是她上夫的话,她不应该说这是我所行的 应该说我所遭遇到的 上夫怎么是她所做的呢? 是她所遭遇到的 所以她说,她把我过去所做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 感觉上是讲到她离婚,这件事情,是她所做的 另外,我们就从她跟耶稣的对话 还有她后来跑回城里面,宣扬耶稣所说的话 你可以感觉到她是一个什么?她是一个外相,率直 而且可能是大赏门的一个豪迈女子 她不是一个内向害羞,细生细气的柔弱女子 如果你是内向害羞的话,细生细气 你碰到耶稣跟你说这些话之后 你不太可能跑回城里面去,大声宣扬主耶稣 把她的一些事情都说出来 这不太像这种人的个性 她比较像是那种,比较大啦啦 然后讲话声音很大 而且她这个,比较外相,比较率直 她说你是犹太人,你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这个会跟主耶稣辩论 然后后来,还跟主耶稣说,你们在哪边敬拜? 我们在哪边敬拜? 你会感觉这个人是蛮外相,蛮率直的一个人 所以,我是感觉她可能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子 把她看不满意的,现在都给修掉了 这个好像是一个豪迈的大姐,比较像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她是一个很有魅力,倒的却是败坏的女子 主耶稣向她要水喝,跟她说话 这就是怎么样? 接触,好像是接触不结当中的不结 撒玛利亚人本身就是,在犹太人眼中,已经是不结了 然后,这撒玛利亚人当中的,这种浪荡的女子 就是不结当中的不结 这是非常引起人非议的事情 主耶稣居然跟这样的一个人说话 主耶稣有没有搞错? 但主耶稣是顺从天父的带领,他没有瞻前顾后 在这个壁虎,而且是死掉的壁虎 这个《立位记11章》里面说到 如果有一只壁虎死了,尸体掉在任何东西上面 那东西就要成为不结 因为这壁虎本身是爬虫类 爬虫类死掉之后,就不结 如果掉在什么东西上面,那东西就不结 不管是什么器皿,或者食物,那些东西都成为不结 可是,他有说,如果是掉在泉原或者聚水池 或者是要种的谷地上面的话 这些东西仍然是洁净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三项东西还是洁净? 因为这三项东西都象征生命 泉原里面有活水 聚水池,池里面有水 这个水也是代表生命 然后,要种的谷地也是活的 它是里面有生命的 所以,有生命的东西,不会受到死亡的玷污 主耶稣基督,祂是生命的源头 约翰福音一章4节说,生命在祂里头 所以,祂不会被这些死亡摸着 祂不会被这些不结的东西所玷污 所以,为什么后来主耶稣,祂触摸那个长大麻疯的 祂没有变成不结 后来,被那个血肉的妇人碰触 祂都没有受到玷污 为什么? 因为祂是生命的源头 祂反而把生命传递给他们 使他们得到医治 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来接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祂没有被玷污 祂反而把生命供应出去 有本书叫《赞美的大能》 这里头有个例子 第二,有一对夫妻为了自己女儿的悲逆浪荡 甚至于跑去做脱衣五娘,而忧伤痛苦 后来,这个作者就劝他们要为这个事情,要赞美神 相信女儿在神的手中 所以,即使你们不明白,不了解 但是神仍然是配得赞美的 所以,你们不要埋怨神,也不是在那边苦苦祈求 你们就赞美神,把主权完全交给主 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学习,就赞美 结果没想到,赞美之后 很快的,就一件事情发生了 所以,有一个基督徒青年,就被神感动 就进入了那个脱衣舞厅 直接走到舞台前面,对这个几乎一丝不挂的女孩子说 耶稣爱你 这个女孩子就非常惊讶 非常惊讶,这话就触动她的心 后来就问她说,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话? 那个青年就跟她跟我讲神怎么样爱她 结果她就被挽回了 所以她就归向主,几天之后她就回家 然后脱离了罪恶的生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 基督徒青年的举动,是十分大胆冒险的 除非圣灵带领,不然是很不合一的 我可以100%保证 这一定是圣灵带领她,在里面对她说话 所以,这个青年是跟神紧密联合的 所以,神让她做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举动 她也是顺服了 因为她进到那个托衣舞厅,别的人看见 可能会引起人家误解跟批评 又使自己陷在试探当中 所以,她当时可能也会再三挣扎 有没有搞错,让她进到这种地方去 可是她后来还是顺服里面的带领 顺服里面的感动,就走进那个舞厅 结果把那女孩子拯救回来了 圣灵那时候,一定在里面跟她说 你进去,然后直接走到前面去 对那舞台上面的女孩子说,耶稣爱你 所以,她就进去照着说了 结果神负责,后来就看到神妻 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交谈 大概类似这个等级的风险 以当时那种保守的民风来讲 主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这么一个浪荡的女子 单独说话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基督主还是要特别留意 要避开那种瓜田里下的这种嫌疑 特别弟兄跟姊妹这些关系,都要特别小心 我结婚之后,我第一个学的功课就是这方面 Joy这方面,严严的教导我,要特别小心 其实那时候,Joy他那时候服侍神的时候 他觉得最不方便的就是,要找弟兄交通 因为他教会里面同工,好几个弟兄 结果他那时候,他是单身的姊妹 有时候,到晚上打电话去给弟兄,讲半天 结果对方,太太都不高兴了 所以后来,Joy都觉得,好不方便,怎么办? 后来只有一个解决之道,就是他要结婚 所以我跟Joy结婚,最起初 Joy是基于这种服侍的考量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婚姻 我是顺服神,所以也就跟他结婚了 不过后来,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 那也是很好,发现彼此互补 但是,经过二三十年之后 我再把我们的经验,跟我女儿讲 然后,我妹妹听到,就说 你绝对不要把你的经验,转移到你的女儿身上 他说:"你们这是特例,一般正常的人还是要先交往看看 然后,才确定是神的旨意 不要说这种,你什么都还没交往,就认定了 然后到时候先结婚再说,到时候错了怎么办? 到时候又怪神 所以,我才知道说,也许我们这是特例 总而言之,那时候我们结婚,就是有一个很现实的考量 就是服侍,姊妹要服侍弟兄,非常不方便 所以,最好就是自己结婚,找一个弟兄来服侍弟兄 所以,这个地方 主耶稣在这里,祂是面临一个很大的风险 但是圣灵带领的,那就没问题 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 还是要避免落入这种风险当中 即获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再浪荡不堪的女子 耶稣对她也没有任何一点的斥责或者鄙视 乃是给她盼望,鼓励她向主要求活水 上一次,我们讲到说,主是一个不斥责的人的神 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对这样一个女子 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斥责 她没有说,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那样子 没有,她只是说,你现在状况是这样子 你现在所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 主耶稣没有再说第二句众的话 然后她说,你如果不要再渴的话 你可以跟我求那个水 所以,主是给人家有盼望的神 所以,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第一个,祂是不斥责人的神 两个书一章五节 神是一个不斥责人的神 同时,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神? 更年后书一章三节 祂是各样安慰的神 神是个各样的安慰 然后,罗马书15章13节说 祂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使人有盼望 所以,这个妇人,虽然生活的光景 是那样的不堪或者是悲惨 但是,神不斥责,神赐给她安慰 神使她有盼望 然后,这个妇人就说 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里,山上礼拜 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他马上就觉得蛮尴尬的 就开始转移话题 他看耶稣是先知 就把话题转移到宗教的议题上面 既然是先知 我们在谈谈宗教方面的议题 就避开这个,让她尴尬的话题 神的子民到底,应该是在耶路撒冷 还是在撒玛利亚敬拜神? 这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争议的焦点 主耶稣也不说A或者是B 他说,答案不是A,不是B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所以敬拜的地点,应该是在耶路撒冷 因为照着神的启示,照着摩西的律法 这个敬拜的地方,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 但主耶稣现在不一样 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 一个新的时代是什么? 敬拜神不再是在耶路撒冷的 在哪里?在心灵跟诚实里面 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是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这个所谓的真理,就是真实,就是实际 主耶稣是那个真实,主耶稣是那个实际 其他的一切都是影子 主耶稣才是那个实体 所以,主耶稣他是什么? 他是真光,他是真良,他是真葡萄树 这是约翰福音里面,形容主耶稣的 他是那真光 所谓真光就是说,地上的光是假的 只有这个光是真的 他是真良,所以地上的良都是假的 只有他是真的 真葡萄树,也讲到其他的葡萄树都是假的 只有他是真的,地上的那一切,光、梁、葡萄树 只是那真实者的影子而已 实体是基督 雅各井的水也是影子,真实的水是什么? 耶稣所要吃的圣灵 耶路撒冷的敬拜,也是影子 真实的敬拜,乃是在灵里 所以,我们要在灵里面,在真实的里面,来敬拜神 这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 那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他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是我觉得说,这段对话里面最高潮的一句话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非常细句话,主耶稣说这个话 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脸上也许是露出俏皮的微笑 你会露出什么?神的幽默 你会从这句话里面,感觉到主耶稣跟神的幽默 这和你讲话的,就是他 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 他们从井水,讲到五个丈夫 再讲到新时代,神所要的敬拜 最后主耶稣显明他的身份 这个短短的篇幅 全部讲完,大概五分钟不到 就使这个被宗教跟欲望捆绑的妇人,得着拯救 这实在是令人叹服 神的智慧跟大能奇妙 用这么短的篇幅,就让一个人完全的折服 然后,认识神的真理 所以,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篇强盗 又简洁有力 然后,最后这句话,我觉得充满幽默 当下门徒回来,就吸起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 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 或说,你为什么和她说话? 按着当时犹太人的习俗 拉比们是尽量避免在公众面前,与妇人说话 更何况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主耶稣其实在很多公众场合里面,跟妇人说话 他没有那么拘腻 但是跟撒玛利亚妇人还是有点奇怪 所以,这门徒都不解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头去 对众人说,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述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了,往耶稣那里去 这些人也是,心也是蛮好奇的,蛮敞开的 这妇人跟她这么一讲,可能向下地方 平常没有什么大事 听她说,有这么一个好像是先知,像弥赛亚的人出现 大家都赶着要去看 然后这期间,门徒就对耶稣说,拉比请吃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然后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猜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主耶稣这一行,这次这趟行程,他遵行了天父的旨意 他包括路线的选择,然后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跟讲道 这一些都是超乎常情的行动 主耶稣是完全顺服,没有自己的意见 当他讲顺服神,结果就看见神的荣耀 看见神的荣耀,一个灵魂得救 后面还有更多人要得救 主耶稣就因此喜乐,好像吃了一顿大餐一样 这时候是傍晚六点,本来最疲倦的时候 这时候,他其实什么东西都还没吃 但他心里头,已经那样的喜乐,好像吃饱了一顿大餐一样 所以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灵里面更加的饱足,更加的喜乐 主耶稣就这样,拿去他吃了一顿大餐 因为他的顺服 主耶稣接着说了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原文是发白了,可以收割了 巴勒斯坦的农产当中,最先熟的是什么? 是大麦 大麦是最先成熟的 无效节,就是正月,他们的正月 期间,祭司要献上一把初熟的大麦 犹太人的正月,是阳历的三、四月间 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大约是在四个月前 那就是差不多阳历的12月初左右 阳历12月初,就是冬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照理说,不是庄稼成熟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是物质的庄稼还没有成熟 但主耶稣已经看到,灵魂的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 为什么?一夜之秋,见为之柱 所以当人看到一株大麦成熟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什么? 就知道其他的大麦,也都要成熟了 收割的季节到了 所以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就知道说 她已经感受到那个河场,那些庄稼已经熟透了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那一株出熟的大麦 主耶稣敏锐于神的时间 所以她从这个妇人的身上,她看到整片的庄稼都熟了 所以她知道,现在是神收割的时候了 这个时间跟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这是神的时间 神的时间比人的时间,早四个月来到 对不对?以色列经过三年半的干旱之后 以利亚向神求雨 当她看见海面上,出现巴掌大的云彩的时候 就知道神已经垂听她的祷告,大雨即将要飞降 她怎么知道大雨要来? 因为看到那巴掌大的云彩 让她知道神,垂听她祷告了 这撒玛利亚妇人,就是那巴掌大的云彩 在大风说之前,必有出手的庄稼,一定会先出现的 所以当我们为亲人的灵魂,得救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看见一些长久不幸的人,纷纷得救归向主的时候 就知道什么?就知道神的时候已经来到 凌风已经吹起,庄稼成熟了 从今年年初开始,我是从我们自己的小组里面来观察 不知道世界上别的地方怎么样 我们从这个小组来观察 我们就看到,小组里面的成员家中,陆续有一些突破 例如David的父母亲,还有大嫂,还有侍侍 一下全信主了 就在过年期间,四个人都信主了 这是他们等候多年所期盼的 然后,Susan的公公婆婆,本来非常刚硬的 后来居然也信主了 弟兄姊妹们,在中国传福音给他们 他们居然信主了 然后Lisa的奶奶,外公,还有两个老人 在过去这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都信主了,都得救了 所以我们看到,奇怪了 这些人的灵魂,是我们小组里面,常常为他们祷告的 结果在过去的半年之内,一个一个都信主了 你会感觉说,这当中有一些不太寻常 就是说,突然之间很密集的,这些人都信主了 然后最近,尼西米运动的短宣队 也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就带领了52个库尔德人归族 而且全部都是弟兄,几乎都是年轻人,除了一个例外 那个例外是,后来他们家里面成立的第一个教会的家长 全部都是弟兄,年轻的弟兄,52个人 你就觉得说,在那个,那么一个好像是干旱 那个好像是硬土的地方 多年来,没有结出几个果子的地方 突然在十几天之内,52个人信主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说,这些人是出手者 是出手的果子 后面是什么? 后面有一场丰收,要来到 这些迹象都意味着,庄稼已经发白 神的收割时刻,已经来到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更加的警醒 我们知道说,这时候神要做大事 我们要跟神的合拍,要跟上神的脚步 要配合神的行动 我们要带着信心跟盼望,为灵魂祷告 我们要抓住时机,传福音做见证 因为现在是那个timing 现在那个是时机 现在是那个机会的门打开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趁着神给我们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们就要冲进去 这次丽莎抓住她的机会 她趁着跟奶奶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人干扰,就带奶奶信主 不然她传福音给奶奶,家人都会拦阻 趁没有人单独跟奶奶在一起的时候 抓住那个机会,就带奶奶信主了 后来她路过她外公家,就走进去 刚好外公一个人在家 所以,她也就趁外公一个人的时候,就带她信主 你看,这都抓住机会 然后,后来有两个老人的身体不好 丽莎就趁机会,也传福音给他们 而且这次她跟她的奶奶一起合作 一个人坐牛,一个人踢酒,感谢主 所以,这两个人也得救了 所以,这里是让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要抓住机会 我们要抓住机会 这个传道书3章1-2节说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栽种有时,白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什么叫做拔出所栽种的? 拔出所栽种的,意思就是收割 所以,有的时间是撒种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收割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收割的季节 是收割的季节 如果不是收割的季节,农夫再辛苦,也没有办法收成 因为时候还会成熟 那个时间点不对 时间点不对 但是当收割的季节 你那时候只要稍微劳力 就可以有大批,满满的收成 在收割的季节,只要劳力 就会有满满的收成 所以,你要趁着神的时候 要跟随神的时期,来做事情 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的 主耶稣都是按着神的时候做事情 主耶稣为什么能够按着神的时候做事情? 因为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紧密的相交 他听圣灵、听天父在他里面说话 所以,他会按着神的时间做事 结果就会有丰富的收成 如果农夫在这个收割的季节沉睡,就是最愚昧的人 真言第10章第5节说 夏天,夏天就是巴勒斯坦那边收割的季节 我们是秋天收割了,那边地中海行气候 他们是夏天收割 夏天聚恋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休之子 所以,收割的季节,如果我们沉睡的话 我们是宜休之子 我们好像在一场足球赛里面 收割的人就是前锋 他们负责射门的 后卫是在那边守门的 然后,要把球传到前面去 但是,当球传到最前面,到球门前的时候 是前锋要负责射门 收割的人,就像是最后这一批 要把球踢进去的那批人,就是前锋 所以当神的球传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就要抓住机会射门 不能站在那边发呆 对不对?不能站在那边发呆 有一个灵魂在你的面前 你那时候还懵懵懂懂,不知道这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就是在收割的时候沉睡 这个时候是机会的大门向我们敞开的时候 我们就要仰望主,这时候该对他说什么话 是不是应该要为他做一个祷告? 我们里面要警醒,要跟主相连 这就是抓住我们的机会 然后,所以主耶稣说 收割的人得公价,积蓄五穀到永生 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 这话可见,是真的 我参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 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为什么那人撒种,这个人收割呢? 不是因为收割的人比较厉害 不是他比较厉害,而是因为什么? 因为时间点不同 我们现在是处在收割的季节 所以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就是收割者 时间不一样,我们现在在一个时间点 这个是收割的季节 所以我们有福,我们有福的 主耶稣那时候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这时候我们除了要警醒,要祷告,要传福音 之外,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 这个是在收割的季节里面,我们所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要求主打发工人 在收割的季节,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 因为这是军队总动员的时刻 要做的工很多,做工的人少 这批工人,可能就是最后一批要进葡萄园做工的人 他们抓住他们的机会,就得到永恒的冠冕 他们不一定是全职的传道人 更多的是带职的 带职的怎么是做工的呢? 带职的,一样可以做工 这些人都是神的工人 传道是他们的正业,其他是他们的副业 所以即使你是一个带职的,神没有让你把工作放下 你依然可以是神的工人 你依然可以去收割庄稼 你依然可以在你的上班的时候,对你的同事 或者下班的时候,对你的亲人,对你的朋友 跟他们分享福音,或者为他们祷告 就是怎么言之,你的灵是警醒的 灵是警醒的,神可以随时运用调转你 可以随时差遣你,做祂要你做的工 城里面有好些,上玛利亚人信的耶稣 是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 她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上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她在他们那里住下 她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着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跟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事就是主 所以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心都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主耶稣跟他们一讲,他们全都相信了 这个妇人,她没有做别的,她只说你们来看 所以她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不是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 什么叫做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呢? 就是你要教他们祷告 让他们直接来接触主,不需要透过你 他们可以直接来摸到主 直接来摸到主的诀窍,就是跟神祷告 所以我们有一个出现造就系列 第一课就讲了,讲什么? 就是与神沟通 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教那些刚刚信主的人 怎么样来跟神沟通 当他们一开始跟神祷告,跟神沟通的时候 他们就跟神搭上线 跟神搭上线之后,神就会向他们显现 神就会亲自让他们来经历到 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不需要透过我们再讲一些什么大道理 我们就是让他来跟神祷告 这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 所以要教他们祷告,让他们自己来经历神 他们就能够成为长存的果子 所以这些上玛利亚城里面的人说 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知道这真是旧是主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 他们都需要向着神有一个第一手的经历 有一个主观的经历 这让他们以后的路会走得很好 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 约翰福音是一卷,特别强调与神联合的书 耶稣身为神的儿子,显明他处处倚靠天父 天父叫他做的,他才做 这是跟神联合的一个生活 不仅如此,耶稣也按着天父的时间做一切的事情 以至于他和天父完全同步,完全合一 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他按着天父的旨意,他就行经上玛利亚 跟井旁的妇人谈道 结果引领了全城的人都归向主 从这个妇人的反应 耶稣看见庄稼已经成熟,收割的时候已经来到 今天我们也处于类似的时刻 我们要见为支柱,要抓住时机 要警醒祷告,传扬福音 要迎接大丰收 所以我们不是做愚昧人,在收割的时候沉睡 我们在收割的时候,要起来跟神配合 要格外的警醒 而且我们祷告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 我们长久等待,等着要看他们 等候他们要信主的那些家人 也都会在这波收割当中,也会进入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大熬的机会 感谢者 欢迎到《申请简报站》 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和下载跑步一档